2017年4月,白百合私会泰国男模不雅视频,一夜之间刷爆整个网络。 视频中,两人在泳池旁边有收有笑,黑脸贴脸的亲热,简直令人闹眼睛。 但白百合不仅没有一点避讳,还用手指去戳了戳男模的金箍棒。 这就是当时刷爆网络的一纸禅事件,时候白百合不但没有对这件事感到羞耻,反而和这个男模更加疯狂。 两人开始公然在大街上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,清晰可见那位男模直接把手塞进白百合的雕带裤里。 那娴熟柔念的动作,直接逼得粉丝上了高速,之后网上对白百合的评论都是嘲讽和谩马,也让他一夜之间跌落谷底,几乎葬送了原本大好的隐事前程。 很快这件事情传到了丈夫陈宇凡的耳朵里,就这样后知后觉的陈宇凡躺着都能戴上一顶溜溜的大帽子。 当天晚上就在路上表演醉酒怒炸狗仔的车窗事件,第二天醒酒后,陈宇凡开始对此事发表声明, 自己早在2015年就与白百合已经离婚,为了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,一直没有向媒体公开。 如今白百合是单身状态,他无论做什么样的事和什么样的决定都是他的自由。 看似袒护护的解释,但粉丝们并不买账,反而更加确定了白百合出轨的事实。 经过此事件之后,白百合也渐渐淡出大众誓言,就连当红的陈宇凡都官宣无限期退出娱乐圈。 2018年11月26日,陈宇凡因涉嫌吸毒,被警方抓获。 就这样,白百合事件再一次成为大众,茶余饭后的舆论。 白百合曾是小妞类型电影的典型代表,被称为票房女王,名气一度碾牙范烟,就连杨幂都要往后排队。 每一部电影都得到大卖,2011年凭借《失恋33天》获得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女主角,2015年凭借《周妖记》获得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,童年还因励志电影《滚蛋吧众流军》, 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,之后还获得电影国际传播突出贡献人物奖。 这所有的奖项的背后,都离不开她在影视道路上的银路人张艺谋。 白百合198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,从小在富足的环境中长大,父母疼爱,无忧无虑,也给她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。 在上小学的时候不仅会唱歌跳舞,还能自导自编,因此一直都是班上的文艺骨干。 12岁的白百合却被父亲送进北京舞蹈学院。 2000年,导演张艺谋到小微电影幸福时光寻找女一号时,在路上偶遇一眼看中了这个清纯俏皮的白百合,于是让她去剧组试镜。 但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,白百合认为自己事情会失败,当场拒绝了自己。 回到家以后和母亲说起这件事,在妈妈的鼓励下,白百合最终还是去了,很遗憾,最后还是被刷掉了。 但这不妨碍出彩的表演,给张艺谋留下深刻的印象,还送给白百合一句改变人生轨迹的话,别再学舞蹈课了,耽误你表演的天赋。 后来白百合也没让张艺谋失望。 2002年,成功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,和文章、童谣、唐嫣、孙坚成为同学。 2003年,白百合参加了张艺谋青岛啤酒的广告宣传,最后又放下一句话给白百合。 如果再出去拍戏,就说和张艺谋合作过,女儿以下的角色不要接,有了这句护身符,白百合的事业顺风顺水,没有一点坎坷。 曾经被誉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,只因为女方婚内出轨,最后弄得两败俱伤,一个从国际影后到无戏可拍,一个被警方逮捕,锒铛入狱。 2006年,还在上大三的白百合,在拍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,结识了陈玉凡。 不仅在剧中饰演一对小情侣,在戏外也渐渐擦出火花。 不过当时陈玉凡与胡海泉,以羽泉组合,已经火遍大江南北。 同年在白百合毕业后,就与陈玉凡领证结婚,还一同去文身店闻了一对钻姐。 2008年给陈玉凡生下一个儿子,之后再次付出,接下来就与杨幂、刘亦菲、黄胜一,并称为四小花旦。 2011年主演失恋三十三天,上一四天票房高达破亿,成为当年票房冠军。 白百合凭借黄小仙这个角色彻底火了,打开知名度的白百合,一跃成为缝女郎,和林小璐参演缝小杠的贺岁片《私人定制》。 在后来《捉妖记》《滚蛋霸中流军》《火锅英雄》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等,多部电影大卖,于是成为了粉丝口中的票房林药,成为影视圈的当红人物。 然而就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却被一条爆炸性的绯闻,让她成为了过街老鼠,导致最后事业惨淡,最后淡出娱乐圈,还和春雨饭离婚。 历经几年的感情和事业上的祈福,白百合重新回到大众事业,和佟大为主演《我们的婚姻》,希望粉丝可以忘掉过去,继续支持白百合的新剧,让她在事业上再创新高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我是一盏茶余,我们下期再见。